2014年的9月2号 台东基督教医院前护理部主任 德热斯首先搭机回到台东了 一星期后 谭维义院长何夫人 也带着家人和检验科主任傅士德 也回来了 多年未见 这次的重逢彼此间年龄又增长了许多 我们第一次来台湾 1961年是民国五十年 台东就有一条博有路 从火车站到公路区 差不多一百公尺而已 现在我让你看这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很漂亮 又跟他们见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们还是健健康看他回来 陪良家回家 因为这里有人情味 油和土地和医院的情感连结 这一次回来参加五十周年庆 一起见证冬季半世纪的蜕变 时间在转变 环境在转变 那个需要可能会改变 当这一项退休的时候 我有机会能够来这个地方 虽然那时候是一个很破很小的医院 但是我觉得他有最大的资产 就是太多这种感人的故事 在德热斯下飞机后几天 冬季为他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也打开了德热斯多年来心中的牵挂 30年前一位排湾组孩童 被送来冬季就诊 被诊断出有心脏方面疾病 需做长期治疗 从太玛丽乡新乡兰到医院 来来回回答青年时间 孩子父母因为忙碌 无人陪伴 总是独自一人在医院 德热斯却是以母亲的角色 细心地照顾他 袁彪哭时他越心疼 在媒体曝光寻找干儿子新闻之后 或许是上帝的安排 台东警方的积极协助 隔天就找到移居他乡的袁彪 30多岁了也改名为周文贤 德教士一言就认出是语言彪 他们紧紧相容 很谢谢你们大家都帮忙 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 很谢谢 媒体朋友们 然后这些警察孩子 然后能让我跟我妈见面 然后真的很感谢你们大家 这些宣教士在台湾有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 是东基的资产 他们不单单要了解他们的病情 也要了解他们的家庭的生活 还有家庭的背景是怎么样子 阿里狗是小儿科门诊自身护士 和小儿科医师龙乐德共事多年 尤其小儿科是特殊的部门 对婴孩的照顾 付出更多的爱心和耐心 龙医师当年曾被冠为小儿科之父 不是因为医疏高 而是对婴孩治疗的态度 李秀梅在东基服务有30年 过去和这些宣教士朝夕相处 建立了深厚情感 回来台湾一定陪伴他们 看看老朋友 看看台东 冬季50年了 这一次冬季在陈平为他们 展出过去的老照片 回忆过往 老照片记录了宣教士们 过去的生活点滴 龙医师为早成而把卖招牌 经典照片 一直是冬季所珍藏 这个它是一个六百功课的婴儿 它来的时候它已经是十天大 因为它的父母 它在家里上过了十天 它的父母觉得可能它有希望 所以它带到我们医院 展览的另一头 谭院长带着夫人看了照片 看到东基医院外观依然清晰 他们感觉很甜美 医院过去只有55床 现在已增加到200床 发现东基长大了 不但是床变成差不多200床位 而且它是有好多其他的社会的工作 帮助老人小孩 有残飞的 可以说残而不飞的 可是很多人是需要帮助 而且那个老人的那个家囊 中心非常非常受感动 也是老人现在可以得很好的医疗 这一天东基特别为宣教士们 设计了共同撒下种子的仪式 五 四 三 二 冬季是从仙教士开始做的 那这些仙教士是看到西药 我想这个西药是很重要的 然后看到台东医疗的西药 就在设计这个医院 然后他们摆上他们的一辈子 旅院长说 医院是人间最残酷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有生死别离 不过医院也是人间最温暖的地方 因为人在这里可以心生痊愈 9月12号的同一天晚上 在台东体育场举办了一场 把爱留下的感恩晚会 现场来了近三千人的民众 冬季人员陆续安排参访 嘉南长照中心 加利利涉谷基金会 一粒麦子基金会居家照护 老人日托和见人送餐 冬季的规模 如今已发展成多角化经营 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态度 当年谭院长退休前 最担心的健保 劳保新制度实施衔接 医院如何转型接轨等问题 在旅院长接下之后 也顺利获得解决 医院的将来怎么回事 因为我知道健保快要开始 还没有我走开 刚好健保刚刚要开始 也刚刚要开始用电脑 以前都是用休息的 所以这个那么大的不同 我不晓得这个小医院 有什么将来 关键时刻 关键的人物 回梁家back home大团员 是大事 9月8号的这一天 东基11楼礼堂 做了感恩礼拜 他院长谭爸爸姨 与沈同工做正道分享 这次团员他们显得很愉快 彼此闲话家常 场面温馨感人 一张张黑白照片成列 记录了新教士们过去50年 在云乡为主人医病 当年以病床当成办公室的年代 简陋的医疗设备 靠的是细心及精进的医疗技术 他们付出了一身黄金岁月 为这块土地 为台湾的人民做了很多事 他们为了宣扬基督信仰 飘洋过海 留下爱的足迹 也写下东部医疗 不可磨灭的一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